今天要去做一件来泰国很多年 一直想做没有做成的事情 带你们看看我去干嘛 走 哇 你看我身后这些阿姨 穿的都非常漂亮的娘惹服装 应该是要做什么表演 因为今天刚好也是普吉镇的大坡夜市 好多人啊 我这边身后就是大坡夜市了 一会儿就要开市了 哇 一个字很热 这就是普吉岛的秋天 然后到这里 认准这个绿色的好看的店面 来 没错 今天要来干嘛 今天要来拍泰福 哎 可惜今天没有女伴 我只能单独自己拍了 一会儿要不然跟小美女拍一拍 大迪卡 哎 好标准哦 你看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小模特了 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这一身衣服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呢就是泰国标准的一个传统服装了 这个服装怎么来识别它呢 首先下面这个呢肯定就是裙子 上面这个呢它其实是一块布围成的 而真正在穿的整个过程当中 传统的服装它都是靠上面一块布和下面一块布围起来 那么泰服呃讲究在哪里的 一个是布料 如果说像这种 有这种泰色花纹的 那么都是达官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啊 就比如说像我旁边的妹妹啊 来看看这个旁边的 这个这个是闭环 而旁边的这个项链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了 这个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斜挂在身上的一条链子 这个链子呢一般就会什么 比如说情人之间赠送 他的意中人 那么很喜欢他 然后呢就会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挂链挂的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如今戴项链的这种含义了 所以说整个装饰下来是非常非常的优雅的 而且很漂亮 真正的碎钉钉对不对 漂不漂亮 来我要介绍一下男装了 这个呢就是平常工作的时候会穿的一些 比如说像正式场合的那种行政服装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 普通的时候穿的这种日常的服装了 那看上去呢就会比较花哨些 刚才我又说问了一句 哪一套服装看的比较像老板有钱人 那一般来说就金灿灿的这种比较像老板有钱人 那不如我就选个金灿灿呢 算了我就选这个 我要做一个低调的有钱人 在古代呢其实他们的这个裤子也是一块布 然后整个通过围围围围围围 然后就把它围成一个短裤的那种样子 而现在的这个服装呢是因为为了方便拍摄 所以就直接做成了这种裤子的样子了 哎后面有这个松紧 然后还有这个围布啊 我现在就换裤子 要不要吸一下肚子 肚子肚子好大 这个蝴蝶结记出来是要把这个花纹展示出来的 这就是很漂亮的这种泰式的一个刺绣的这种花纹 一下子就老骂了 袜子在泰国也是有讲究的穿这个传统服装 一般的话呢就是穿白色或者是黑色 千万不能穿红色 因为红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 不行你腿太粗了穿不进去 走 做整条街最亮的仔 做整条街最亮的老男人去走 我感觉我现在整个全身已经僵硬的不会走路了 因为这种衣服穿的其实还蛮限制你的整个行动的 然后再加上我来泰国七年第一次穿皮鞋 就整个就僵了 要不要合影要不要合影 二十住一张 二十住一张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叫卖一下 然后让大家来给我合影 赚点小费 那位那位大叔在夜市唱歌的大叔 记得他吧 你看看现在普吉岛的人有多少 老街全是人在拍照 你们喜欢的那家网红冰淇淋店 现在的人还是像以前一样的超多 拍这种服装最好玩的呢就是 比如说像今天有主角女主角 我自然成了男主角 而他们的老公呢就变成了家里的长工 就专门来负责提包 好 今天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人生赢家 现在呢就是到了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环节了 然后 在里面就可以有 这个拍摄的整个过程 你看 拍摄正式开始 摄影师用他的专业 在指导我们摆各种造型 拍这种照片真的是一种苦累的活 热的要死啊 我觉得泰国的古代人还是挺辛苦的 热 然后寺庙拍完了 我们先来这个普吉镇原本的老的炸打银行这里拍接拍 等摄影师准备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 这边就是网红拍照地了 你看好多拍学士服的 还有我们这边拍泰服的 还有拍街拍的各种都在这里拍 下回你来普吉岛的时候也可以来打卡哦 在普吉镇拍泰服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种开泰银行 那种非常非常漂亮的建筑 也是可以拍出很有钱的那种有钱人感觉的 而对面的安安火泰也有名 下次来的时候 记得来这里拍一拍哦 接索来夜市的另外一种玩法 就是租一套泰服 然后来这里逛 那么又可以拍照 又可以拍视频 你就会成为整个夜市最亮的点 然后好多人看着你 点皮要厚啊 像我一样 所以下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选一套 然后穿上在这条街上来看一看 待会儿记得看成片 这个就是我今天在普吉镇老街拍泰服 半天的一个经历了 我本来以为一两个小时可以搞定 没想到整个下午到晚上都在持续 但是这个是很值得的 因为你花650泰铢 然后你就可以租一整天的服装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拍很多你想要的景别 当然了如果说你去的远一点 你要去到海边拍一拍 那也是可以的 下回来 记住这里 然后二楼哦 好了 我是牛仔库服 我在波西岛 我们下回接着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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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